这两天天气呢一下温度掉下来了 那么让台中有一位76岁的老太太啊 就喉咙感觉很不舒服 结果呢她竟然跑到卖场去两度的偷猴糖 第二次呢偷了是三罐试价大概300块钱的猴糖 被卖场人员发现之后报警了 老太太说呢是看到电视的猴糖广告 感觉效果可能不错 竟然会摊扫便宜去偷 推手推车逛大卖场 76岁老妇人就在货架的这个转角处 伸手拿了猴糖 这不是购物虾品 因为老妇人根本没有付钱结账 就想直接带回家 第一次偷了大概偷了三盒 然后她就是说看过电视广告 觉得好像哎效果不错 然后自己吃了觉得说也还不错 所以她才会再次到这个卖场去 老妇人贪小便宜 在卖场偷的猴糖被抓包 一共偷了三盒市价约300块钱 不过这一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老妇人专偷猴糖吃 目的就是为了天气冷 想抑制咳嗽 到暗示告诉原警 是因为看了猴糖广告 才会起了贪念 比较小 那就是放在口袋里面还蛮方便的 所以应该比较不会被人家发掘 老妇人喉咙不舒服 没有就医看诊 却反而收看电视广告 以为猴糖有疗效 自己不愿花钱买香 要来个顺手牵牙 而且一头还是两回合 被卖场人员当场抓包 老太太这下真的是吃不到猴糖 得吃官司了 中文新闻林家庆张军到台中采访报道